作詞文詞曲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主東主西的美食頻道 歡迎你們 我是Michael 有位朋友叫我做雞仔餅 雞仔餅是一個中式的餅食 糖餅 都挺受歡迎的 我本人都非常喜歡 不過由於家下大家都講求健康 這裏就比較高脂肪和高糖分 間中吃一次就非常好的 當然就不要過量了 好了,材料分兩部分 首先介紹的就是皮的部分 就是這一邊 有什麼呢? 有麵粉 有油 有少許蘇打粉 這裏就麥芽糖 把麥芽糖丁容 這一邊做餡料 花生 核桃 芝麻 這裏有蒜蓉 這些是南乳汁 這些是冰肉 什麼叫冰肉呢? 就把肥膏先煮熟 煮熟了,用凍水沖凍了 切粒 切粒就用高度素的白酒 和砂糖淹 通常淹的冰肉就淹整個星期 或者以上 我這個就未夠時間 不過我急於做節目 我就淹了兩天 好了,其他還有水 五香粉 這個是糕粉 即是熟了的糯米粉 好了,我們首先 我們先把麥芽糖拌勻 好了,我們首先 加入油底 加入麥芽糖 加入麥芽糖 我們加入一些蘇打 這個時候 我們把麥芽糖拌勻 調整麵粉 好了,這個時候 把麥芽糖拌勻 然後用手把麥芽糖拌勻 我们拆到它成团之后就放在一边 用保鲜纸封住它放在室温底下就可以了 我们要放它一个多钟头 然后我们就开始要拆馅了 馅就很简单了 我们先将所有的东西放进去 先下这一粒 香粉 下冰肉 下蒜头 南鱼 你可以用汁也可以一半一半 这样就拆烂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加入糕粉 最后就下水 放开它 放在干線上 一程也放在干了 现在我们就一起做了 在保鲜纸封住它 好 等一會見 好了 我們的雞仔餅的皮和餡料都醒發了一個多小時 我們把餡料分開一個一個 給一個烘盤 我們現在就把皮打開 傳統的雞仔餅 它就用個好像雞仔那樣的模子來吸 就把它吸成這樣 但是我現在就不用了 反正你焗了出來 它卸了下來變成不規則形狀 所以你的模子不太有效 打開對手 然後這樣用色子來剪成座 讓我們距離全身的牆雙 然後讓你們把市場變得很長 掉進去 把市場趾往後 將市場趾往後 不需要太介意,因為焗了出來成了不規則的形狀 餅的間隔要保持一個距離 因為一會兒焗了會變扁 怕它會黏在一起 不過黏在一起也不要緊 這個時候我們就掃蛋了,這是淨蛋黃 好了,我們已經焗了20分鐘 我們拿出來掃蜜糖,讓它亮一點 再回爐,再多焗幾分鐘 掃蜜糖 我們回爐,1、2分鐘就可以了 就搶它亮身 好了,兩分鐘之後,顏色夠了 我們就拿出來 我們要攤它20分鐘左右,它就會脆 加上如果太熱就會軟身 好了,我們冷卻了之後 我們就把它放好 好了,今天雞仔餅的製作過程就完成了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 Bingham BGM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